前段时间啊答应我的粉丝要打开这个最大的海底门 看一下这个最大的海底门里面有多少鱼 朋友们啊你看看你看看 上面全是鱼啊 您猜一猜这些鱼我们全产下来 能有多少斤啊 先把它贴上来 然后呢这些水啊慢慢的沥干净 只剩下鱼 咱把这些鱼啊全部掏出来 咱看看一共有多少鱼 给大家来个特写 朋友们你看看密密麻麻的全是鱼啊 还有几条大鱼 我们这次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鱼群了 我们经常这些设备啊需要海水来冷却 这些水泵呢就从海里边抽这些海水来进行把设备呢进行冷却下来 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水泵的压力啊降低了很多 我们断定肯定是滤气被堵了 但是突然间所有的滤气全堵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 我们呢把这些小的滤气啊全都洗过了 就剩这一个最大的海底门了 因为之前答应过粉丝 答应过老铁门 要把这个最大的海底滤气打开 让大家来看 今天呢我就把它打开 让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答应过大家必须要遵守自己的诺言 肯定让大家大家来看 这就是最大的海底滤 海底滤气 让大家看一下筐子里面这些鱼 现在呢已经有半筐鱼了 三十斤鱼是有的 今天下午包水饺 我们洗完滤气啊 我们回到了餐厅进行包水饺 我们船员啊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 无论是北方的南方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所以说剥盘的水饺呢 也是五花八门 好多南方的朋友啊 不会包水饺 现在呢正在学习 剥的水饺呢 也是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都有 都说啊 船员在船上啊 无聊 孤独 寂寞 其实啊 我们大家在一起 包括水饺啊 谈笑风生啊 还是不错的 来大家去我们的厨房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 全都是304不锈钢 这是身上的苹果 哇塞 太新鲜了 馋得我流口水 这边呢 是我们的厨师 正在做卫生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记得点个赞哦 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